早晨劉H4,又到季中了,这样就很自然有奖的活动 跟上过一样,亦有Forever Exile举办的Forever Exile Private League 以及Ciccerin举办的比赛 首先先说Forever Exile Forever Exile将在香港时间7月2日凌晨1点开始 这个League有效时间维持10天 这个Private League将会以Hardcore Solo 专家自力模式去举行 而且这个Private League是没有其他改变的 在这10天里,每一个职业,即是女模、季族 不是每一个生华,每一个职业最高level的那3个人 就会得到这个点数的奖品 第一名就会有$20点数的奖品,第二名就有$10点数的奖品 第三名就会有$5点数的奖品 除此之外,你们只要在这个League高level的其中一个host record of day 就会自然进入到这个$5点数抽奖 当整个Private League完了之后 这堆奖品就会在官网里送一个Private Message给你 PM你,然后里面就会有一条Code 你只要买了一条Code就可以换到那堆点数了 如果你想参加Forever Exile的Private League 你就可以在description找到一条链按进去Private League的链接 名额是无限的 而下一个Event就是Cisterine,但这次就不是Gornard 因为有点意外,Gornard会延迟到7月中才有 暂时就没有Gornard相关的消息 没有手套杯的情况下,Cisterine就举办了另一个比赛 这个就是Cisterine的Sebenton Duo Event 这个Sebenton Duo Event 也会在香港时间7月2号,但就是晚上7点开始 它的围棋是两天,你实际上可以玩的时间是24个小时,分开了两天 它的形式就是7月2号晚上7点开始 这样就可以给你玩4个小时,然后一定要有半个小时休息时间 然后再有4个小时可以继续打 第二轮的4个小时完结后就有第二轮的半个小时休息时间 然后就到了第三轮的4个小时 这里实际上可以玩到12个小时,而且加了1个小时休息时间 大概13个小时,然后就不能再触碰你的角色 只要到下一天,下一天就是7月3号 也是晚上7点的时间,就重复刚才的步骤 这样到第三个4个小时完结,就整个比赛完结了 在这个比赛里面,它就是会玩Soft Call 不是专家模式,只是普通模式 但是就会有两个Mod 一个就是加20%怪物的伤害 另外一个就是加20%怪物的攻击,施放和移动速度 就只有这两个Mod 这个比赛就必须要以两人团队形式去参加 在比赛过程当中,全程你们都必须要直播着你们的画面 而且名额是有限的,最多只有30个,即60个人可以报名 而且是先到先得的 这个比赛就不是以level为目标 就是必须要杀了新的Uber王去拿分 最高分那一对就为之胜出 如果有同分,哪一对先拿到的分数就为之赢 除此之外,你打这一堆Uber王的时候,每个人最多只能用三个Porto 什么意思呢,例如你没死过,但你的队友死了四次 那一只Uber王就已经作废了 虽然参与人数非常少,但Ascissoran说在比赛的时间里面 他们会有现场直播,也有旁述 那我觉得这个Event,即使你参加不了,你没有兴趣参加也好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收睇的活动 特别是当你开门的时候,可能你会跟一个朋友玩的话 那在头几个小时,你就应该会学到很多 两个人一起玩的时候,可以如何互相帮助,令到大家过act的速度更快 而至于奖品方面,这个比赛,第一名会有1250美金,第二名会有500美金,第三名会有250美金 这一堆都是直接在PayPal过货 而且你必须有PayPal帳户可以接受到这一笔款项才可以拿到这些奖品 如果你想参加的话,可以在视频简介里找到这个Google Doc,然后找到他的Discord连续就可以参加了 暂时季中就只有这两个比赛 因为我相信Cycerin在过一两个礼拜之后,他就会说他今季手套杯比赛的Rusa规则和奖品 到时我会再拍个另外一条片去cover他的手套杯 以上就是3.18季中有奖活动的消息 如果有兴趣想一起吹嘴的朋友,就记得进我们的Telegram或者Discord 甚至乎在Game中加入这个斜global852korean的这个频道 如果喜欢这一类型的影片,就记得给个like我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好吧,就这样吧,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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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